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大势不服》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雕塑界的巨人对决 罗丹·PK·诺尔 2.舞台上的键盘对话 李斯特对抗拉赫曼尼诺夫 3.荧幕上的导演斗志 库布里克对决塔门蒂诺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雕塑界的巨人对决 罗丹·PK·诺尔 各位艺术爱好者 雕塑谜以及偶然迷路到这里的网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雕塑界的两位重量级选手 奥古斯特·罗丹 奥格斯特·罗丹 和亨利·莫尔 Henry Moore 这场对决 可不是你平常在电视上看到的摔跤比赛 而是一场艺术史上的巨人对决 充满了创造力的火化和时代的印记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法国的雕塑界 老炮 奥古斯特·罗丹 罗丹 一位被誉为现代雕塑之父的艺术家 他的作品《思想者》和《文》 几乎是地球上每个有文化的生物都能认出来的 罗丹的雕塑 充满了激情和生命力 他的作品 经常展现出人体的肌肉线条和情感的张力 就像是要从事头里跳出来一样 他的雕塑技巧非常独特 喜欢在未完成的状态中展现作品 这种不完美的美学 让人们对雕塑的理解 有了全新的认识 而在另一边的英国角落 我们有亨利 摩尔 二十世纪的雕塑界 新秀 摩尔的作品 以其抽象的形式 和对自然形态的诠释而闻名 他的雕塑 经常描绘人体与自然界的关系 有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巨大的靠背椅 哦不 那是他的 卧倒的人体 摩尔的作品 经常在公共空间展出 让艺术走进了大众的生活 他的雕塑线条流畅 形式简洁 给人一种宁静和邪的感觉 那么 如果罗丹和摩尔 真的在雕塑界进行一场 PK 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我们可以想象 罗丹用他的思想者 来思考对策 而摩尔则用他的抽象形态 来迷惑对手 罗丹可能会说 我的雕塑 是肌肉和骨骼的诗篇 而摩尔则回应 我的雕塑 是自然和宇宙的和弦 这场对决 不仅是技巧的比拼 更是两种艺术哲学的碰撞 最终 并没有真正的胜负 因为艺术不是比赛 每位艺术家 都有他们独特的贡献和价值 罗丹和摩尔 都以他们的方式 影响了后世 让我们对雕塑 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欣赏 所以 下次当你在博物馆 看到他们的作品时 不妨想想这两位巨人 如何在艺术的舞台上 展开了一场永恒的对话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舞台上的键盘对话 李斯特对抗拉赫曼尼诺夫 各位音乐爱好者 键盘战士们 今天我们来谈谈 一场假想中的钢琴对决 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这不是任何键盘战争 而是一场音乐盛宴 李斯特对抗拉赫曼尼诺夫 首先 让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两位选手 在左边 我们有匈牙利的键盘魔术师 钢琴诗人 也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 弗朗茨 李斯特 Franclist 他的钢琴技巧如此惊人 以至于当时有人怀疑 他与魔鬼签了契约 他的音乐充满激情与创新 他的执法 练习曲让无数钢琴血生也不能寐 在右边 我们有俄罗斯的键盘巨人 音乐界的泰坦 二十世纪初的作曲家 尖钢琴家 谢尔盖 拉赫曼尼诺夫 Sergei Romananov 他的手指句说 可以跨越一个十二度的距离 对普通人来说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的音乐既有深沉的情感 又有复杂的和声 他的钢琴协奏曲 让人既爱又恨 现在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 从一个舞台上 两架钢琴面对面 观众秉析凝气 等待这场史诗般的对决 李斯特可能会开场 他的手指 在键盘上轻盈地跳舞 弹奏他的匈牙利狂想曲 音符如同瀑布般 从键盘上倾泻而下 旋律充满了东欧的野性与火辣 观众们惊叹于 他那近乎不可能的技巧 而李斯特则只是微微一笑 彭腹在说 这还只是开胃菜 然后 拉赫曼尼诺夫接过接地棒 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开头 就足以让人心碎 他的手掌覆盖了整个键盘 每一个和弦 都像是从深渊中发出的呼唤 当他的旋律开始声腾 你可以听到观众的心跳 与音乐同步 这场对决不仅是技巧的比拼 更是情感的较量 李斯特的音乐如同烈火 炽热而迷人 而拉赫曼尼诺夫的 则向深海 深邃而神秘 两位大师轮流 展示他们的才华 每一次交替 都让观众更加着迷 最终 当两位大师同时弹奏 舞台上的键盘队 划达到了高潮 李斯特的技巧 与拉赫曼尼诺夫的力量 在空中碰撞 产生了音乐的火花 这不是一场战争 而是一场庆典 是对钢琴音乐 无尽可能性的赞歌 当最后一个和弦 在空中消散 观众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这场假响的对决 不仅展示了 两位大师的记忆 更重要的是 他提醒我们 无论是李斯特 还是拉赫曼尼诺夫 他们都是音乐的胜利者 而我们是幸运的听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荧幕上的导演斗志 库布里克对决塔伦蒂诺 啊 当我们谈论电影史上的 伟大导演时 斯坦利 库布里克和昆廷 塔伦蒂诺这两位大师 犹如荧幕上的高手 他们的对决不是用拳头 而是用镜头和剪辑刀 想象一下 如果这两位导演 真的在一部电影中对决 那会是一场怎样的智慧碰撞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下这两位导演 库布里克 这位电影界的奇王 以其精确无比的构图 对细节的执着追求 以及对蓄式节奏的绝对掌控 而闻名 他的电影 如《2001太空漫游》 《发条城》和《闪铃》 都是那种你看完后 会在脑海里盘选好几天的作品 另一边的塔伦蒂诺 则是电影界的狂野西部枪手 以其对对话的独特而感 对流行文化的深刻理解 以及对暴力美学的大胆运用而著称 他的电影 如《低俗小说》 《愤怒的公牛》和《万恶城市》 则是那种让你看完后 想立刻和朋友讨论的类型 如果这两位导演 在荧幕上对决 库布里克可能会以一个 长达十分钟的追车镜头开场 每一个转弯都精准到好里 让观众感觉自己 就在那辆车上 而塔伦蒂诺则可能会用一段 风格迥异的对话来回应 两个角色在一个闭塞的空间里 用机制和隐喻来互相较量 直到观众意识到这场对话 其实是一场生死对决 库布里克的每一个镜头 都像是一幅精心构思的画作 而塔伦蒂诺的每一段对话 都像是一首充满节奏感的诗 库布里克会用他的冷静和计算来 设计一个完美的故事迷宫 而塔伦蒂诺则会用他的直觉和急性来 在这个迷宫中点燃一把火 最终 这场导演斗志可能不会有一个明确的胜者 库布里克的粉丝会赞赏 他的精密和深度 而塔伦蒂诺的追随者 则会为他的活力和创造力欢呼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这场对决会是电影史上 最令人兴奋的事件之一 一场真正的视觉和智力盛宴 让所有电影爱好者都会为之疯狂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最后 我想对大家说 无论是雕塑界的巨人对决 键盘上的音乐较量 还是荧幕上的导演制斗 都是艺术领域的巅峰对决 让我们见识到艺术的无穷可能性 和创造力的奇妙 这些对决 不仅是技术和才华的较量 更是两种不同思想和风格的碰撞 让我们拥有了更多的观点和理解 无论是罗丹和摩尔的雕塑 李斯特和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 还是库布里克和塔能蒂诺的电影 每一位艺术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和价值 没有优劣之分 艺术是多元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观点 让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 去欣赏和探索不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对决 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 你们喜欢哪个艺术家或作品 欢迎留言和提问 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 记得点赞和分享这个视频 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讨论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